一輛白色鄉心車 不停的踩煞車 煞車燈跟著不斷閃爍 但仔細一看 這台車的煞車燈 可不是一般的燈泡 而是刺眼的LED燈 強光照射下 讓後方的駕駛頭暈目眩 視線不清 差一點就撞了上去 強烈的LED燈閃爍不停 在晚上閒得特別刺眼 後方駕駛緊急煞車 幸好沒有撞上去 但視線受到影響 讓它差一點 就擦撞到旁邊的分割道 駕駛不滿 記得把這段影片PO上網 痛罵鄉心車駕駛 實在是太可惡 影響很大 尤其是在夜間 因為它的煞車會產生 一陣暈現的LED燈 在瞬間會造成我的眼球的 一個刺激 然後在瞬間會看不清楚 仔細看看 一般照相機的閃光燈 雖然也很刺眼 但只閃了一下 而煞車燈卻是連續不斷的閃 尤其在路上 讓後方駕駛看得 實在是頭暈眼花 強烈有氣眼的光 不停的閃爍 車子加裝了暴閃的LED燈 亮到讓人無法忽視 在隧道裡不斷的閃啊閃 讓原來就模糊的視線 更雜不清楚 許多民眾喜歡改裝愛車 就連車底 方向燈 或是車牌邊緣 都要閃一下 改車看似拉風 卻已經觸犯相關法規 它裝了這樣的燈 會有影響到 後面的駕駛人的視線 那影響視線之後 當然就會造成 安全上的顧慮 它的罰則是 900到1800 煞車燈號高度達到刺眼等級 也容易產生視覺疲勞 甚至可能因此發生車禍 為了求苦求炫 卻被顧慮到行車安全 收到罰單 可能就開心不起來了 記者吳彩雲宋喬一 華聯報道